疫苗NR配送頂數 也受影響 已經指揮中心指揮官 但是中說 打疫苗也不是一定要那天 請好好做最好的安排 但是剛才斷口 如果是先打疫苗 怕身體出狀況 影響成績 如果會有注射 如果多一天感染風險 學生的人數是早就統計好了 那理論上疫苗應該要控管 是一定的量 怎麼會在這個後面 出現了疫苗不足的問題 這部分我想應該相關單位也要特別注意 全中國表示 學生沒辦法入籍注射 對學生老叔和家長就是有影響 不是那麼簡單 這次學校注射BNT 各地方是先調查疫苗 按疫苗用名單和既定 回報中用核准配合後來注射 疫苗的提供可能不穩定 要把對學生的影響感到最多 市長合有意願 要求所有的作用 都是市政府統一來進行 好好不用自己去跟白衣疾掉 無窮時間的問題 這個工座日 農總完成主廂 行為這次為他無受影響的管制 記者就像新智平台北報道